下面我们讲第八讲 信息化基础知识 在信息化基础知识这一方面 考察的知识点比较少 也比较简单 在这方面 只要考生平时关注一些 信息化方面的文章和报道 就不难解答 例如经常性的 阅读西色网信息化频道的文章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快捷的 获得信息化知识的一个方式 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主要讲解 五个方面的知识 首先 对历年的考试 的考点进行分析 然后 接触 信息的定义与特征 企业信息化 电子增悟 和电子商务 由于这一讲当中的知识点 都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只是 做一些介绍性的叙数 首先我们看考点分析 通过对第一年试卷内容的分析 本章考核的分数 平均占总分数的1.6% 本章第一年考题的分布 在我们屏幕上这个表上 在这里面考的比较多的 算电子真误 电子真误 所以在这里我们标记会有个三星 其他的有关信息的属性 信息商 ERP 这都是一个随机型的考试 在这五次考试当中 有关信息化基础知识的考题 总共占六分 所以占明均总分数的1.6% 接下来 我们看信息的定义 与特质 信息它是一种客观事物 与材料 与材料 能源一样 都是社会的基础资源 但是 我们理性的认识信息 却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1948年 美国科学家肖龙 在对通信理论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信息的概念 创立了信息理论 此后 人们对信息的研究 迅速增加 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 叫做信息论 现在 信息论已经发展成为 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学科 并且与控制论和系统论 并称为现代科学的三论 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并加重了三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地位 那么究竟什么的信息 肖龙在通信的数学理论当中 这一文章中 他对信息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 不确定性的减少 他由此引申出 信息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读量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的定义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信息 但是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 还是肖龙的定义 因为肖龙不但割出了信息的定义 而且还割出了信息的定义 为bit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v 他把信息的单位确定为bit 这是肖龙所确定的 他定义 1bit的信息量 在变异度为2的最简单情况下 就是能消除非次即比的 不确定性的 所需要的信息量 所谓边一度为2 也就是在计算机系统当中 定和一 非定即一 非一即零 所谓的非次即比 肖龙他还把热力学中的商 引入了信息论 商 它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度量 而信息与商正好相反 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 因此 它表现为负商 信息的计算公式在这里 hx等于负 sigma pxi 6 2 pxi 在这个式子当中 xi 代表 n个状态的第1个状态 而pxi 代表 出现第1个状态的概率 hx 代表 应以消除 系统不确定性 所需的信息量 也就是以比特为单位的负商 这就是肖龙 所给出的信息的定义 另外 吴家培 他把信息的定义 分解为三个层次 分解为三个层次 分别是 语法或者结构形式层次 语意和逻辑内容层次 语用或者实用价值层次 这三个层次 分别反映了 信息的不同的属性 语法层次 反映的是信息的确定度 而语意层次 反映的是信息的真实度 语用层次 反映的是信息的消用度 我们对信息的量的研究 是与第一个层次有关系的 就是确定度有关系 在这一块的研究 构成了经典信息论的内容 而对信息的值的研究 是与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有关 这两个层次构成了 现代信息论的内容 所以这是经典信息论 这是现代信息论的内容 这是物教培 它能把信息的定义 分解为三个层次 分解为反映信息的不同属性 你们通过深入研究 发现信息的主要特征 有十个方面 分别是客观性 普遍性 无线性 动态性 移幅性 编幻性 传递性 层次性 系统性和转发性 所谓客观性 是指 信息是客观事物 在人脑当中的一个反应 而反应的对象 则有主观和客观的区别 因此 信息可分为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 主观信息 包括决策 指定 计划等 客观信息 包括国际信息 经济发展 等信息 而普遍性 它的物质的普遍性 就决定了信息的普遍成在 所有叫信息 它具有普遍性 第三个是无线性 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就是无线的 而反应客观世界的信息 自然也是无线的 第四个是动态性 也就是说 信息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依附性 是指信息 它必须要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成在 需要有物质的承担者 信息不能完全脱离物质而独立承担 变换性 是指信息通过处理 可以实现变换或者转换 使其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 以适应特定的需要 转换 转换性 是指 信息在时间上的传递 也就是层处 还包括在空间上的传递 也就是转移 或者是扩散 这包括两个方面 时间上的传递性 和空间上的传递性 时间上的传递 就是层处 空间上的传递 就是转移 或者是扩散 层次性 这是因为 客观世界本来就是分层次的 所以反映客观世界的信息 也是分层次的 系统性 系统性的意思就是说 信息可以表示为一种集合 不同例别的信息 可以形成不同的整体 正一如此 才可以形成 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 信息系统 最后一个是转化性 信息的产生 它不能没有物质 信息的传递 不能没有能量 但有效的使用信息 又可以把信息 转化回物质 或者转化回能量 这是一个互相转化的过程 所以这里我们简单的 讲了一下 信息的定义 与特征 主要是要掌握这十种特征 分音变 代表什么含义 以及 销龙 割出的信息的计算公式 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考点 企业信息化 企业信息化 它是指 企业 以业务流程的优化 和重构回基础 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 利用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控制和企业承化管理 实现企业 雷外部信息的共享 和有效利用 在企业信息化这一块 我们主要介绍 企业资源计划 客户关系管理 企业门户 企业应用集成 公益链管理 商业智能 介绍这六个部分 我们首先看企业资源计划 所谓企业资源计划 也就是ERP 我们简单的说 企业资源 它可以包够三大流 三大流 分别是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 物流 现金流 信息流 或者资金流 信息流 那么ERP 也就是 对这三种资源 进行全面的 集成管理的 一个管理信息系统 概括来说 ERP 是建立在 信息技术的基础上 利用现代企业的 现金管理思想 全面的集成了 企业所有资源信息 并为企业提供决策 计划 控制与经营业绩 民股的全方位 和系统化的管理兵团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ERP系统 它是一种管理理论 和管理思想 而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系统 ERP 它利用企业的所有资源 包括内部资源 与外部市场资源 为企业制造产品 或者是提供服务 创造最优的解决方案 最终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 ERP理论 ERP理论 一直ERP系统 都是从 MRP2 发展而来的 所以MRP2 MRP是制造 资源计划 制造 资源计划 它的主线 也是计划 但是ERP 它已经将管理的重心 移到财务上 不再是制造了 已经把管理的重心 移到财务上 在企业 整个运营运作过程当中 贯穿了财务成本控制的概念 是以财务成本为重心 ERP 它是一个复杂的软件系统 在我们屏幕上这个图 显示出了 ERP的总的流程图 几乎包括了 企业里面的方方面面 最终 是以成本和财务为重心 我们在设计和开发ERP系统时候 应该要把握住 一个重心 点滞业务 三条干线 的一个总体思路 所以一个中心 就是以财务数据库回中心 两类业务 就是指计划与执行 计划与执行 三条干线 三条干线 是指供应链管理 生产管理 和财务管理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三条干线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是以财务管理 三条干线 是以财务管理 这个我们以财务管理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生产管理 和财务管理 在ERP设计时 常用的工具 包括业务分析 数据流程图 实体关系图 以及功能模块图 有关这些工具 我们在后续的 有关信息系统建设 和软件工程的章节里面 会详细进行介绍和讲解 我们刚才可以说是三言连语的 改划了ERP建设的总体思路 但是真正要实施ERP系统 这是一场耗资大 周期长 设计面广的一项系统工程 由ERP软件 原本是个实用性强 潜似面交光的管理系统 所以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采取规范的方法 严格按照 ERP软件的实施方法论来进行 ERP十字方法论 它的核心 是实现管理思想革命 和管理信息化技术的提升 它的一个核心 是实现管理思想的革命 和管理信息化技术的提升 根据ERP十字方法论 整个ERP的实施 可以分三个时期 分别是前期 中期和后期 在前期 主要是基础数据的准备 和标准化 中期 要进行交接面的界定 业务流程重组 后期 也就是实施的适应期 要实行手工与计算机的 并行作业 或者是新旧系统 同时运行 逐步解决不适应性 在整个实施过程当中 可以包括项目启动 组件团队 设计 编码 测试 数据准备 软件安装 软件调试 项目试运行 项目真实运行 等多个关节 那么具体来说 可以包括 下面十二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是明确观点 统一认识 建立实施团队 第二 明确目标 和制定 十四计划 第三 根据企业人员 知识结构 和纪录水平 组织赔税 第四 根据企业现状 进行业务需求分析 第五 根据需求分析结果 建模和进行原型分析 第六 根据实质业务流程 和具体情况 进行系统功能和参数配置 以及系统实施 第七 根据业务原型 进行私运行 实验 第八 制定技术解决方案 第九 调试环境 培训和测试 第十 商线准备 数据准备 十一 系统商线 投入运行 十二 系统优化 周期性 系统运行审查 在这一些工作当中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 是数据准备 和系统优化 因为 整个工作流程 基本上 按照 软件工程的原则 或者信息系统 建设的原则 来进行的 安部就办 在数据准备方面 因为ERP系统 是囊括了 整个企业的 所有资源的数据库 所以它的数据准备 相当重要 需要 把原来各个 孤立的 数据库系统的数据 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讲 数据准备 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 ERP系统的 成功与否 还有一个要强调的 是系统优化 随着 随着整个系统当中的 数据量 的逐步扩展 或者扩充 那么数据 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 系统的运行速度 可能会越来越慢 所以需要 需要定期的 对系统进行优化 这是我们讲的 ERP系统的一个实施的过程 同时 ERP本身 它也随着 管理思想 技术的提高 而随之发展 ERP的主要发展趋势 体现在下面 九个方面 第一 是系统更加柔性化 系统更加柔性化 从而更灵活的 适应企业变化的需求 第二 应用范围广泛化 适应透到了各行各业 它起初 我们节目讲的是 MRP 就是制造企业 现在逐渐深透到了 各行各业 第三 它的功能深度化 功能越来越强 第四 对供应链管理 提供更好的支持 有关供应链管理 我们等一下会讲 第五 朝着 internet的技术可能 也就是说 以后的企业ERP系统 可能会发展回 基于微博方式的 一个平台 第六 构建技术的应用更加深入 有关构建技术 我们在软件工程这一讲当中 会详细的讲解 第七 安全保密性更高 第八 成本更低 医用性更好 第九 系统制度化 所以这是 ERP 它发展的 九个趋势 这有关ERP 这一块 我们 要掌握它的 基本概念 和基本思想 同时也要知道 如何去实施 一个ERP系统 实施ERP系统的关键 和难点 问你在什么地方 要注意一些什么思想 然后就是 ERP的发展趋势 这种实体 往往会出现在 下午论文当中 例如 2002年10月 就出了一个 论ERP系统的 实施和发展趋势 这样一个论文实体 所以这就需要考生 把我们刚才所讲的 各个知识点 穿起来 应用到具体的项目当中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看 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 就是CRM 它是一种 指责改善 企业与客户之间的 关系的 一个新型的管理机制 它通过提供 更快速 更周到的 优质服务 来吸引 或者保持 更多的客户 CRM 集成了 信息系统 和办公系统的 一整套 应用系统 从而 确保了 客户满意度的提高 以及 通过 对业务流程的 全面管理 来降低 企业的成本 CRM 在坚持 以客户回中心的 体验的基础上 从各 包括 市场营销 和客户服务 等业务流程 它的目标 不仅要使这些 业务流程 自动化 而且 要确保 前台应用系统 能够改进 客户满意度 增加客户的 忠诚度 以达到 使企业 获利的 最终目标 在这里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脱离后台 而只强调 前台管理 这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一客户 为中心的应用 与能提供客户经验的 立步后台系统的基层 才可以 为整个企业的运作 带来 所需要的效益 与ERP类似 CRM 它实际上 也是一个概念 是一种理念 同时 它又不止 是一个概念 不止 是一种理念 它是企业 参与市场竞争的 新的一种管理模式 以一种 以客户回中心的 业务模式 并 又集成了 前台和后台业务 丢层的 一系列应用程序 来支撑 CRM的根本要求 就是与客户 建立起一种 互相学习的关系 也就是 从与客户的接触当中 调解 他们在使用产品中 遇到的问题 一起 对产品的意见和建议 并帮助他们 加以解决 在与客户 互动的过程当中 调解他们的姓名 地址 个人习惯 等等 并且是基础上 可以进行 一对一的 个性化的服务 甚至 可以拓展 新的市场 例如 我们在订票中心 预定了一张机票之客 CRM 它就会根据 调解的信息 向你提供 欢喜服务 或者是 出租车的登记 等真实服务 一般来说 CRM 有两部分构成 分别是 触发中心 和挖掘中心 触发中心 是指 客户和CRM 通过电话 传真 或者是 微博方式 或者是 email 等多种方式 来出发 进行沟通 挖掘中心 它是指 CRM 记录 交流 沟通的信息 和进行 智能分析 由此可见 一个有效的 一个有效的 CRM解决方案 应该要具备 至少三个要素 第一 是要 昌通 有效的 客户交流 渠道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出发中心 有这个渠道 第二 要对所获得 这些信息 进行有效分析 也就是挖掘中心 第三 CRM 必须能与ERP 很好的集成 作为企业管理的前台 CRM的市场营销 和客户服务的信息 必须能及时传达到 后台的财务 生产等部门 这是企业 能否有效应营的 一个关键 CRM的实现过程 可以包括 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 客户服务与支持 第二是客户群的威胁 第三个是商机管理 所以客户服务与支持 也就是通过控制服务品质 以赢得顾客的忠诚度 比如 对客户 快速准确的 技术支持 对客户投诉的 快速反应 对客户提供 产品查询 等各个方面 第二 第二是客户 这个群的威胁 也就是通过 与顾客的交流 实现新的销售 比如 可以通过交流 赢得 已经失去的客户 所以讲 他的关系的维持 叫做威胁 第三个方面 是商机管理 也就是 要利用 数据库 开展销售 比如 可以利用 先有客户的数据库 做新产品的 推广测试 通过电话 促销调查 确定目标客户群 等一些方面 都属于商机管理 所以这是这个 客户关系管理 叫CRM系统 第三个 是企业门户 企业门户 它按照实质的应用领域 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 信息门户 知识门户 和应用门户 所谓企业的 信息门户 也叫做EIP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Hotel EIP 它的基本作用 是为人们提供 企业的信息 它强调 对结构化 与非结构化数据的 收集 访问 管理 和无缝的集成 EIP 必须提供 数据查询 分析 报告 等基本功能 企业的员工 合作伙伴 客户 工艺商 都可以通过 企业信息门户 非常方便地 获取自己 所需要的信息 对访问者来说 EIP 它提供了 一个单一的 访问路口 所有访问者 都可以 通过这个路口 获得 个性化的信息 和服务 可以快速了解 企业的相关信息 而对企业来说 信息门户 它既是一个展示 企业的窗口 也可以 无缝地集成 企业的业务力量 商务活动 社区等等 可以动态地 发布 层出在企业内部 和外部的 各种信息 同时 还可以支持 网上的 虚拟社区 访问者 可以相互讨论 和交换信息 在目前 企业门户的 应用当中 信息门户 比企业 所广泛认同 在这个方面 实际上 各个企业 所建立的 企业网站 可以说 是企业信息门户的 一个简单的原型 因为网站 它也能够 起到信息交流 查询的一些功能 第二个 是企业知识门户 EKP 企业知识门户 是企业员工 日常工作 所涉及的 相关主力 内容的一个总店 企业员工 可以通过它 方便地了解 当天的 最新的消息 工作内容 完成这些工作 所需要的知识 通过企业知识门户 任何员工 都可以实时地 与工作团队中的 其他成员 取得联系 寻找到 能够提供帮助的专家 或者快速地 点击到相关的门户 因此 我们不难看出 企业知识门户的 使用对象 是企业的员工 它的建立 和使用 可以大大提高 企业范围内的 知识 共享 并由此 提高企业员工的 工作效率 当然 企业知识门户 还应该具有 信息搜集 在英底 第一点的功能 可以对医疑的知识 进行分类 建立企业知识库 并随时更新 知识库的内容 目前 一些咨询 服务型的企业 已经开始建立 企业知识门户 第三个 是企业应用门户 企业应用门户 就是EAP 它实际上 是对企业 业务流程的 一种集成 企业应用门户 它与商业流程 和企业应用 会合成 把商业流程中 功能不同的 应用模块 通过门户技术 集成在一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把企业应用门户 看成是企业信息系统的 集成界面 企业的员工 和合作伙伴 可以通过企业应用门户 访问 访问相应的应用系统 实现移动办公 进行网上交易 以及其他的一些事物 就叫做企业应用门户 在这三类门户当中 虽然能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但是随着企业信息系统 复杀程度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企业 需要能够将这三类门户 有机的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通用性的企业门户 按照这个IDC的定义 所谓通用型的企业门户 应该要随着访问者角色的不同 允许及访问企业内部网上的 相应应用和信息资源 除此之外 企业门户还要提供 先进的搜索功能 内容聚合能力 目录服务 安全性 应用过程数据的集成 协助支持 知识获取 前后代业务系统集成 等多种功能 它要给企业员工 科户 合作伙伴 供应商 要提供一个虚拟的工作场所 这才是叫通用性的企业门户 是信息门户 知识门户 和应用门户的有机的整合 这是第三种 企业信息化当中的应用 企业门户 第四个是企业应用期程 也就是EAI 企业应用期程 它是企业信息系统的发展 而产生和演变的 企业的价值取向 是推动应用期程技术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而应用期程的实现 反过来也驱动了企业竞争优势的低层 实际上企业应用期程 叫EAI 它的技术 是将进程软件 标准和硬件点合起来 在两个和更多的企业信息系统之间 实现无缝的继承 使它们就像一个整体一样 EAI的内容相当的广泛 同时它的意义也十分的重大 企业应用期程 使企业信息化 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个标志 因为在企业范围内 先有的应用系统和数据库 它有可能 既有几年前的老系统 也可能包括新建的系统 那么需要对它们进行无缝的继承 不同的系统和应用 可能包括同样的数据 从而造成了数据浓余 数据的不一致 需要尽量减少数据浓余 并保持原有的数据版本同步更新 出于这样一些原因 所以我们讲 企业应用期程 它是企业信息化 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个标志 企业应用期程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分析别是 企业内部的应用期程 和企业之间的应用期程 我们首先看企业内的期程 所谓企业内的应用期程 就是要解决 在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的数据流量 包括业务流程 是否进行自动扭转 和怎样扭转 以及业务过程的重要性 对于应用期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 企业应用期程 就是要维持数据正确 而自动的流转 同时 不同的EAI的解决方案 可以采取不同的技术途径 而不同的技术途径 也就决定了 EAI处于不同的层次 从应用和技术上 综合考虑 EAI可以分为 界面集成 平台集成 数据集成 应用集成 和过程集成 所谓界面集成 这是比较原始的 和最浅人次的一个集成 但又是最常用的集成 这种方法 就是把用户界面 作为公共的集成点 把原油停山的系统界面 集中在一个新的 一个总的界面当中 相当于在一个大的软件系统当中 能够启动多个子系统 把它的界面 集成在一起了 而目前 通常是采用浏览器的界面 第二是平台 集成 平台 集成 它是要实现 系统基础的一个集成 能够使得底层的结构 软件 硬件 以及一个网络 各个方面的特殊需求 都必须得到集成 平台集成 要应用一些过程 或者工具 以保证 这些系统进行快速 安全的通信 第三种集成 是数据集成 所以为了完成 应用集成 和过程集成 就是后面两种 所以必须首先 要解决数据 和数据库的 集成问题 在集成之前 必须首先 对数据进行标识 并编成目录 另外还要确定 原数据模型 保证 数据 在数据库 系统中 进行分布 和公显 所以数据 所以数据集成 它是应用集成 和过程集成 的一个基础 应用集成 能够为两个 应用中的数据 和函数 提供 接近 实时的 集成 比如 在一些 B2B的 集成当中 实现 CRM系统 与企业 后段 应用 和外部的 集成 构建 能够充分 利用多个 业务系统 支援的 电子商务 网站 这就是一个 应用集成 的例子 从B2B 我们后面会讲 企业对企业 所以过程 集成 在这个时候 企业 必须 对各种 业务 信息的 交换 进行 定义 收权 和管理 以便 改进操作 减少成本 提高 响应速度 过程的 集成 它包括 业务管理 精神模拟 还包括 业务处理中 每一步 都需要的 工具 这是企业内部 的集成 的五个方面 分别是 界面 集成 平台 集成 数据 集成 应用 集成 和 过程 集成 也 也可以说 是五个 不同的 层次 那么第二种 集成 是 企业间的 应用 集成 EAI 技术 它可以 适用于 大多数 要实施 电子商务的 企业 一起 企业之间的 应用 集成 EAI 它使得 应用 集成的 加工 内的 客户 和业务 伙伴 都可以 通过 集成 供应店内的 所有 应用 和 数据库 来实现 信息 共享 传统的 B2B的 电子商务 应用了 电子 输入 交换 和 增值 网络的 技术 而 现在 大多数 B2B的 电子商务 都采用了 实质性 更强的 基于 Internet的 技术 例如 基于 Internet的 消息 代理 技术 应用 服务 以及 像 这个 XML 等 新的 输入 交换 标准 许多 公司的 供应链 系统 它也可能 包括 交易 系统 新的 EAI 技术 可以 首先 在交易 双方之间 创建 连接 然后 再 更想 数据 和业务 过程 企业 要顺利的 开展 电子商务 都希望 其所有的 应用之间 以及 与 商业伙伴之间 都能够实现 无缝 而及时的 通信 而这个目标 在以前 是比较 难以实现的 因为 EAI的 解决方案 是比较 昂贵的 而现在 支持 EAI的 中间间的 出现 就改变了 这一个面貌 使 企业之间的 应用集成 实现起来 比较容易 第三个是 集成模式 目前 市场上主流的 集成模式 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 面向信息的 集成技术 面向过程的 集成技术 和面向服务的 集成技术 面向信息 面向过程 和面向服务 在数据集成的 层面上 信息集成 这个技术 能以来是 必选的方法 信息集成 在用的 主要数据处理 技术 有这个 数据复制 数据聚合 还有 接口集成 主要是 这三种 数据复制 数据聚合 接口集成 其中 接口 集成 仍然是一种 主流技术 它通过 一种 集成 代理的方式 实现 集成 也就是 为 应用系统 创建 适配器 作为 自己的代理 适配器 通过其开放 或者私欲的 接口 将信息 从应用系统 当中 提取出来 并通过 开放 接口 与 外界 系统 实现 信息的交互 如果 西非 式的 结构 支持一定的 标准 这将 极大的 简化 集成的 复杂度 并有助于 标准化 这也是 免想 接口 集成 方法的 主要 优势的 来源 标准化的 适配器 可以使企业 从第三方 获取 一个 适配器 从而 使集成 技术 简单化 而 面向过程的 集成 技术 它 其实 是一种 过程的 它的过程 这个 过程 头的 一个 集成 思想 它不需要 处理 用户 界面的 开发 输入 逻辑 事物逻辑 的 而 只是 处理 系统 之间的 过程 逻辑 和 黑信 业务 逻辑 相分离 在 结构上 面向过程的 集成方法 在面向 接口的 集成方法 之上 定义了 定外的 过程 逻辑层 它定义了 定外的一个 过程 逻辑层 而在这个 结构的 底层 应用服务器 消息中间键 就提供了 支持 数据 传输 和 跨过程 协程 调用的 一个 基础 服务 目前 基于 SOA 和Web 服务 技术的 应用 集成 是 业务 集成 基础上的 一次 重要的 变化 所以SOA 是 面向 服务的 架构 面向 服务的 架构 所以 基于SOA 和Web 服务 技术 是 认为 是新一代的 应用 集成 技术 它所 集成的 对象 是 一个个的 Web 服务 或者是 封装成 Web 服务 的 业务 处理 Web 服务 技术 由于 是基于 最广 为 接受的 开放 的 技术 标准 支持 服务 接口 描述 和 服务 处理 的 分离 服务 描述的 其中化 层出 发布 服务的 自动 查找 和 动态 绑定 以及 服务的 组合 所以 成为了 新一代的 面向 服务的 应用 系统的 构建 和 应用 系统 集成的 基础 设施 有关 面向 服务的 架构 和 微博服务 这些 新技术 方面的 知识 请大家 阅读 系统 分析师 技术 指南 这本书 在这本书籍 当中 详细 的 介绍了 目前 流行的 一些 新的 技术 这是我们 讲了 企业 信息化 第四个 方面 企业 应用 集成 接下来 我们再看 供应链 管理 所以 供应链 管理 叫 SCM 它的 核心 是 供应链 供应链 是指 一个 整体的 网络 用来 传送 产品 和服务 可以从原材料开始 一直到 追踪的 消费者 它主要 凭借 一个设置好的 信息流 物流 和先进流 来完成 供应链 必须处 必须处于 市场的 更长的一个 供应链当中 包括 从供应商的供应商 到顾客的顾客 的每一个环节 所以 供应链 是企业 来以深深的 商业循环系统 是企业 电子商务中 最重要的 课题 有人统计过 就是说 企业供应链 可以耗费 企业高达 25%的 运营成本 所以供应链 这个观点 它至少要包括 六个方面的 应用功能 分明是 管理需求 或者需求管理 供应链的计划 生产计划 生产调动 配送计划 运输计划 新型的供应链管理 还介入于 internet 使这个供应群 能够实现 大规模的 协助 成为 企业 降低成本 提高 经营效率的 关键 供应链中的信息流 它覆盖了 从供应商 制造商 到分销商 再到零售商 等供应链中的 所有环节 信息信息流 可分为 需求信息和 供应信息条 需求信息条 供应信息条 而这是两个 不能流向的 一个信息条 当需求信息 从供应链向 更方流动时 就引发了 一个物流 同时 更衣信息 又等物料 一起 远着更衣链 从更方 向虚方流动 就在一个 是一个信息的流动 出于供应链 黑性关键的企业 要将与自己业务有关的 这个有关 可以包括持续有关 和间接有关 这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一个 上下游的企业 要拉入一条 环环相扣的 供应链当中 使多个企业 能在一个整体的 信息系统管理下 实现 协助经营 和协助运作 把这些企业的 分散的计划 拉入整个 供应链的计划当中 实现资源 和信息的共享 这样 可以增强 供应链 在市场当中的 整体优势 同时 也是 每个企业 均可实现 以最小的 个别成本 和转换成本 来获得 成本优势 所以这种网络化的 企业运作模式 拆除了企业的 围墙 将各个企业 独立的信息孤导 填接在一起 通过网络 电子商务 把过去 分离的业务 系统的一个基础 所以统一的 信息系统架构 是决定 信息能否共享的 物质基础基础 这主要包括 为系统功能和结构 建立统一的 业务标准 和建立统一的 信息交流规范体系 而对信息技术的业 对供应链的支撑 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是由标识代码技术 自动识别 与数据采集技术 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互电网技术 等基础信息来构成的 第二个层面 是基于信息技术 而开发的 支持企业的生产 这是我们简单的 讲了一下 供应链的管理 接下来我们看商业智能 商业智能 叫BI 它是企业对商业数据的 收集管理和分析的 系统过程 它的目的 是使企业的 各级接受者 获得知识 获得洞察能力 帮助他们 做出对企业 更有利的一个接受 商业智能技术 它并不是一种 基础技术 或者产品技术 而是数据仓库 点击分析处理 和数据挖掘 等相关技术 走向商业应用后 所形成的一种应用技术 商业智能系统 主要实现 将原始业务数据 转换回企业 决策信息的过程 与一般的信息系统不同 商业智能 在处理海量数据 数据分析 和信息展现 等多个方面 都具有突出的性能 商业智能系统 主要包括 数据与处理 建立数据仓库 数据分析 和数据展现 这四个主要的阶段 而数据预处理 是整合企业 原始数据的第一步 所谓预处理 它包括 数据的抽取 转换和装载 三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 数据仓库的时候 讲OLAP的时候 讲了一个名词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叫做ETL 抽取 转换 转载 ETL 建立数据仓库 它是 处理海量数据的一个基础 数据分析 是体现 系统智能的一个关键 一般采用的是 点击分析处理 和数据挖掘 这两大技术 点击分析处理 前面我们在讲 数据仓库内容的时候 已经讲解过了 它不仅能够进行数据汇总 还能够提供 切片 切块 下转 上卷 或者旋转 等数据分析功能 因为可以方便的 对海量数据 进行多位分析 而数据挖掘 它的目标 这是挖掘数据背后 隐藏的知识 通过观点分析 居内或者分立方法 建立分析模型 预测 企业未来发展趋势 和将要面临的问题 在海量数据 和分析手段增多的情况下 数据展现 在主要保障 系统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一般认为 数据仓库 OLAP 和数据挖掘技术 是商业智能的三大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所以商业智能 它是数据仓库 点击分析处理 这个OLAP 和数据挖掘的 一个综合的应用 所以在这一个小节里面 我们介绍了 我们介绍了企业信息化 当中的有关的ERP CRM EP EAI SCM 和BI 这六个常见的信息系统 或者信息化的应用 在这一节里面 主要要求掌握的是 企业资源计划 和企业应用集成 以及商业智能 因为在下午的实力当中 很可能会设置到 这方面的实力 需要我们掌握 这些系统 或者这些思想 它的实现方法 有关企业应用集成 在2004年 下午一当中 已经出现过 这样的实体 在2005年的 内闻实力当中 也出现过 企业应用集成的实体 要求掌握 企业应用集成的 整理 应用集成的方法 能够结合 自己的主题项目 把我们前面所讲的 分类方法 穿起来 组合成 一片文章 接下来 我们看 电子真物 所谓电子真物 是指 国家机关 在真物活动当中 全面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 进行管理和办公 并向社会公众 提供服务 电子真物的建设 它不是简单的 将政府原有的知能 和业务流程 计算计划 或者网络化 没有这么简单 而是 由于在信息化的背景下 政府 获取信息 处理信息 传播信息的难度 大大降低 使得 政府在 行为方式 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 优化 重组 成为现实 也就是说 电子真物 是一项重要的 政府创新行为 是真物活动的 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它可以导致 政府结构的调整 以及业务流程的重组 实现资源的 最优化配置 传统的真物办公 主要是以 纸质文件 或者是传统媒体 为信息传递 交流的媒介 而电子真物 可以通过 电子邮件 系统 办公系统 微博网站 来交换 或者 划布信息 办公手段 和 其余 公众 沟通的手段 都有了 重大的变化 变得交互性 以及政府对公务员 要基图一 这四种模式 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政府部门 是以两种身份 来参与信息化建设的 它既是公共信息平台的使用者 也是建设的组织者 这两种身份 相互相成 互相出境 所以政府对政府 也就是在政府与政府之间 致力于 政府办公系统 自动化建设 促进信息互动 信息共享 以及资源整合 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基图基 主要包括 电子法规政策系统 电子公文系统 电子司法档案系统 电子财政管理系统 电子办公系统 电子培训系统 和业绩评价系统等 而政府对企业 又基图B 使指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 致力于 电子商务的实践 营造一个安全 有序合理的电子商务环境 引导和促进 电子商务的发展 基图B 主要包括 电子采购 与招标 电子税务 电子征召办理 信息咨询服务 和 中小企业 电子服务 第三个 是政府对公众 是G2C 这主要是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 致力于 网络系统 信息渠道 以及 在线服务的建设 为民众提供 获得信息的 便捷性 高质量 多元化的服务 主要包括 教育培训服务 就业服务 电子医疗服务 社会保险网络服务 更名信息服务 交通管理服务 公民电子税务 和电子证件服务 等 第四种 是政府对公务员 这是随着电子证物的发展 政府部门 对内部工作人员的电子证物 比达列出来 就称为 政府对公务员的电子证物模式 也就是G2E G2E 主要包括 电子办公系统 电子培训系统 所以我们刚才在政府对政府这一块里面 也有电子办公系统 电子培训系统 和 业练剧评价系统 所以这里要注意区分 在政府对政府的业绩评价系统当中 是指上一级政府 对下一级政府的业绩评价系统 而政府对公务员的业绩评价系统 是指政府对公务员个人的业绩评价系统 这个是要注意区分的 这是有关电子证物的内容的简单介绍 要求我们要掌握 电子证物的形式 本质 它和传统证物 有什么区别 电子证物的四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 包含哪些系统 在2005年的11月 和2006年的5月 就分别考了一分的 有关电子证物的概念的实体 一个是电子证物 与传统证物的区别 一个是电子证物的四种模式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电子商务 所谓电子商务 有时候又简称为EC 它的概念比较多 包括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有关电子商务的问题 像B2B、B2C之类的 它的概念很多 定义很多 分析也很多 但论识并不同意 所以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过 广义的电子商务和 狭义的电子商务 广义的电子商务 可以定义为 以计算机电子通信 回基础的商务活动 它的内容 可以涉及 以计算机回基础的 商品制造 自制计算机 其其应用的 技术开发与产品制造 互联网 技术开发与营用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与之相关的一些系列产品 包括计算机制造 网络建设 网上订单的 货物配送 电子货币 软件开发等等 这也就是说 广义的电子商务 是一个涉及 争夺产业的 含有很广的一个概念 而从狭义上来看 电子商务 是网络时代的一个产物 它专门指 直接应用于计算机 互联网的商务活动 例如网站经营 网上营销 企业内部的管理网络 基于网络的企业的 其他的商务管理 那么日常所说的电子商务 主要是指 狭义的电子商务 参与电子商务的实体 主要有四类 分别是顾客 商户 银行 以及认证中心 这是因为要实现完整的电子商务 会设置到很多方面 除了买家和卖家之外 还要有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政府机构 认证机构 配送中心 等这些机构的加入 才能够完成 整个电子商务的过程 由于参与电子商务中的各方 在物理上 是互不留面的 因此 整个电子商务过程 它并不是 物理世界 商务活动的一个翻版 网上银行 在线电子支付 以及输入加密 电子签名等技术 在电子商务当中 发挥了重要的 不过或缺的作用 与电子政务相类是 电子商务 按从事商务活动的主体不同 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即 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 电子商务 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所以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也就是在企业内部之间 通过企业内部网络 也就是intrynet 通过这种方式 处理由于交换商务信息 企业内部网络 它是一种有效的商务工具 通过防火墙 企与企业将自己的内部网与internet 给力 它可以 用来自动处理商务操作 以及工作流程 增强 对重要的系统和关键数据的程序 共享经验 共同解决客户的问题 保持组织间的联系 通过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可以增加商务活动处理的敏捷性 对市场状况 能更快地做出反应 能更好的为客户抵抗服务 这种企业内部的电子商务 主要体现在 一些具有较多的 分公司的企业 或者具有跨地域组织的企业 第二个是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 也就是经常所说的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采用B2B的模式 通过internet或者专用网的方式 进行电子商务活动 企业间的电子商务 是电子商务模式当中 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也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 有人研究 它预知企业间的商务活动 将以三倍于企业对各人间的电子商务的速度来发展 这是因为在现实物理事件当中 企业间的商务贸易是消费者直接购买的十倍 这都是别人统计出来的数据 第三种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所谓B2C 所谓B2C 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企业通过internet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新型的购物环境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网上商店 消费者通过在网络上网上购物 在网上支付 由于这个模式 节省了客户和企业双方的时间和空间 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节省了不必要的开支 所以这种B2C的模式也在逐渐丢行 第四种是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就是C2C 这种电子商务 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开办的 网上商城和二手交易上 就直接是个人对个人的一个交易过程 这是电子商务 按照交易的主体来分 分成四种类型 如果电子商务 按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类型来分 它可以分为两种 分别是间接电子商务和时接电子商务 间接电子商务是指有型货物的电子订货 它仍然需要利用传练 而直接电子商务是指无型货物和服务 是指无型货物和服务 或者是全球规模的信息服务 所以这种直接电子商务就不需要利用传统的渠道 不需要 假如比方我要买个软件 它可以不通过邮局给你 我就通过快递给你送一个软件过来 还是直接可以在网上下载 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你 它不需要送传统的渠道 这种间接电子商务 它要依靠一些外部的要素 例如运输的效率 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的购书 它还是通过普通的邮局 或者快递的方式送过来 而如果如果买一个视频 这就不需要通过传统服务 在网上可以直接下载 所以直接电子商务 它能够使双方约国地底界限 进行无缝的电子交易 充分挖掘了全球电子市场的潜力 所以这是有关电子商务的一些知识 主要要求我们掌握的是电子商务 根据从事商务的主体不同的四种分类 以及要理解直接电子商务 与间接电子商务的区别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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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